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 徐美院长 程耀明医生和刘凤老师 对话智慧医疗 不以是非论时事 但用智慧看命运 那首先介绍一下徐美院长 徐美院长是云南瑞奇 云南瑞奇德医院法人院长 主任医师 心理咨询师 国家公共营养师 健康管理师 2007年创建瑞奇德医院 中医整体医疗实践者 2017年10月 任整体医疗专业管理委员会 主任委员 2018年 泰德邀请进行 整体医疗智慧医学的演讲 多次在中国 多次在中国协和 美国哈佛以及中欧 中美中德等 国内外著名医学论坛分享 和交流整体医疗 曾到德国 美国 加拿大 日本 香港等20多个国家地区 进行学术访问和交流 先后在美奥哈佛医学院 安德森癌症中心等医疗机构 参访学习并获得国内外知名功能 医学专家的帮助 探索有中国特赦的整体医疗模式 治愈了许多传统医疗 无法治疗的疾病 陈晓明医生 陈晓明医生是新能源全息生命系统专家 是哈佛医学院 整合医学中心 癌症中心 浙江中医药大学 客座教授 上海中医药大学 复旦医学院 华山医学院 特聘专家 好 我们先有请 许院长 有请 大家好 大家好 很开心和刘峰老师 陈晓明大夫和各位听众 一起来分享这个快乐的周末时光 我是一名外科医生 刚才介绍那么多头衔 实际上我真正的职务就是一个外科大夫 我到今天为止 我成立了36年 在我的职业生扬的大部分时候 我都在开刀 在36年当中 每一天我都和我的病人待在一起 其实我们在整个医学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有一个发现 其实人类的所有进步及文明 其实最终都是一个目的 就是如何改善和提高我们人类的生命品质 所以大众对医疗寄了厚望 我们从工业化革命到现在 我们的医学真的是在迅猛的发展 我们的专科也越分越细 我们的这个从宏观到微观 分子到生 生物分子水平都有了很大的突破 但是我们看到 我们能治的病 依然还是很有限 我们在很多的时候 我们面对疾病的时候 是无能为力的 从疾病的症状来看 我们已经统计出来 我们已经有五万多个疾病的症状 从学科来看 我们已经超过了四十多个学科 在84年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们很少能看到肿瘤 和那么多的心血管疾病 但是今天 肿瘤和重大的疾病 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 我们也看到一个 一个奇怪的现象 从我们84年到现在 我们会看见证了中国 见证了世界 特别是我们中国的高速的发展 我们看到我们的病人 是越来越多 医院也越见越大 我们中国甚至有了像 一万张肠胃这样的 超级的大型医院 但是我们的病人 并没有因此 在治疗过程当中 能够获得更多的尊严 受益也是有限 所以今天我们来探讨 这个智慧医疗的这个话题 那么我们 大家公众知道的 我们可能就是内科外科 儿科妇产科 这些最大的几类科室 也包括了中医和西医 甚至大家现在 在传统医疗之外 我们也知道了很多的 大家听到了整合医疗 替代疗法 顺势疗法 甚至更多的能量治疗的 这些疗法 但是当中 我们是怎么来应用 这些科学 用一个逻辑的整体 把它串在一起 我们不得不在今天 这个地方探讨一下 我们最关心的精准医疗 在这几年 其实应该说还是比较长的时间 那么美国的总统们 就提出了精准医疗 应该是未来医学的方向 当我们看看这30年 在这个精准治疗 特别在基因治疗里面 我们到底有哪些突破 现在的40证明 我们人类60%以上的基因 跟果因是一样的 90%以上的人类基因 在某种程度上 与老鼠的基因相互关联 我们98.4%的基因 和黑猩猩是一样 而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基因 相似和相同 这是99.9% 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 我们一次又一次的 欣喜的听到科学家们 在宣布 我们人类发现了 肥胖症 糖尿病 精神分裂症 帕金森综合症 及部分肿瘤的基因 我们以为我们人类 在攻克人类的疾病 我们近在咫尺 但是遗憾的是 我们人类拥有3.5到4万个基因 其实跟草相同 如果我们这3.5万到4万个基因 独立的工作 是无法复造出复杂的人体 所以我们很清晰到今天为止 明显的一个结果就是 所有的基因需要协同工作 才能达成共同的目标 所以我们对人类的研究 结果了解越多 发现我们不了解的事情 也就越来越多 我们提一个例子 所以基因检测 它对人类在基因层面的治疗 它的极限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人类做了一个了不起的工作 就是我们在研究多个国家 我们把有遗传家谱的这个人群做了分组 每一代人都有四个人 即上患有肿瘤 这样的家庭 我们列为调查主 那么都是这样的分成两组 分配的条件是 一组他们一直整个家庭环境 无论发生什么 他们都有密切的联系 并在一起生活 另外一组因为战争 因为其他原因 中间离开了这个家庭 甚至失去了联系 在这种追踪了将近13年以后 有一个重大的发现 一直在一个家庭里面 生活的有相同基因表达的人 他们每一代都发生癌症 而且他的肿瘤的发生率 远远超过正常人情 而另一组 虽然是同样的基因表达 但是因为原因离开了家庭 甚至失去了联系 他们的肿瘤的发生率 和正常人其实是一样的 那么在20世纪90年代初 科学家通过破坏胚胎阶段 老鼠的某种关键基因 大家以为这样的破坏 会导致老鼠出现重大的 一些表达的问题 但事实上是 老鼠出生后不仅健康 甚至比未受破坏的兄弟姐妹们 还健康 所以科学家们得出一个结论 当某种重要的基因被破坏后 其他的基因会进行填补 它的空缺 那么在1975年 人类肿瘤研究室上的一个 里程碑的发现 塞弗兰奇 还有的 Venus 这两个科学家 他们发现 其实在每个人 正常的细胞基因组里面 都懈怠着 变异后 既有促进 癌症发生的 炎癌基因 但是什么时候发生 这是人类 最感兴趣的突破点 所以我们最后 我们坚信 一切生物 都是从同一个蓝图 发展起来的 人类不过是发展的 更加完善而已 如果我们现在 从基因水平去 做更多的工作 甚至很多基因的科学家 都认为 基因 那么多 近四万个基因 如果我们在基因当中 越分越细 其实我们对 现在医学的贡献 对改善疾病的贡献 其实遇到了 极大的瓶颈 所以我们不得不反思 又有另外一个试验 就是我们发现 意念 对基因的工作方法 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常常发现 心想四成的现象 比如在研究当中 就发现 一个男性的呼吸 长得多快 在某种程度上 起觉于 它在多大的程度上 联想到 以性有关的事件 因为研究发现 它的联想 以体内的高丸素 这个荷尔蒙的分泌 有直接相关 所以这就带来一个问题 当我们的科学 越分越细 我们到底在一个 什么样的维度上 来研究 我们的医学科学 所以从70年代 在1977年 美国的医生 恩格尔 就提出了 医学模式 我们应该向 生物 心理 社会模式 进行过渡 并且得到了 全世界医学界的反思 所以 我们多学科的配合 也因此而开始 那么真正 大家提出来 整体医疗呢 大家看 我们其实在 1977年正式提出 那么我们追根素颜 整体医疗的概念 其实最早 研以3000年 中国的古中医 典籍 《黄帝内经》 就提出 有诸内 B型诸外 认为疾病的 症状表现 是身体内部状况的 外部呈现 在我们医学探查的初期 东西方 其实都是一样的 在建立 在观察的基础上 治疗上 重视自然 整体平衡方法 都强调 以人为本 那么后面 有陈晓明医生 他们来补充 但是我们随着 这200多年的发展 特别是 这近代 我们东西方 在疾病的治疗当中 从两个方向 一些分化 那么以西方呢 我们就分成了学科 借助科技 纵身的发展 人随之 被分文器官 组织 细胞 在医学诊疗 人在医学诊疗中的地位 被逐渐忽视 医疗成为了医病 患病的人 在标准化的医疗服务当中 人和病也逐渐的 渐行渐行 所以从70年代开始 我们整个医疗界 又开始 九分必合的这个趋势 所以整体医疗 智慧医疗 命运而生 各个学科 多维度的多元集成 大势所欺 那么大概从影子 我就先做 这样的一个抛砖影翼 下面请两位 好的 刚才徐院长说的 对不起 徐院长介绍了基本的情况 介绍了医疗的突破 以及现在的病种越来越细 病越来越多 病之所虑病齐多 医治所虑一到少 这从分说明了古代 就意识到这个东西了 这个里面有一个 有两种说法特别好 特别是有一种 就是说整合医学 和各个医学的开展的 目的是什么东西 其实当我们把这个 生命科学 做一个简单的论述的时候 我们发现 从当中的共性 我们看出来了 首先是以人的照顾为主 那么话又回到了 当时我们如果是遵循 宇宙自然的道来讲 在生命科学这一块呢 我们人体的设计 设计很奇怪啊 为什么你鼻子在前面 不在后面 眼睛是两个不是四个 这个随设计的人类 这个我们不许管的 上帝也好 是自然生存也好 在设计人类的同时 他设计了两套奇观 一个是人类的身体 一个是人类的自愈功能 自己治疗自己的功能 当时没有医生 根本就没有考虑到 医生这一块 我们把话回到原始 就是说人类三百万年 三百万年历史 从以前刚开始 有人类开始 人类的身体被设计的时候 就没有这一 医生这一套 他就是一个是身体 一个是自愈 因此当时间走到现在 近代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 在各种医疗行为的表示上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两点 一个是治疗 一个是自愈 治疗是人类 用各种治疗的手段 来去除身体上的病痛 自愈呢 是打开我们人体 自愈系统的药池 来使我们身体的 各个系统 通过自己的 治疗自己的方法 来达到治疗的目的 那么从治疗和治愈 再往下面看 看到各种医疗行为的 表示方法 我们可以看到两种 一种是为着治疗而开展的 也就是说 西医里面的开刀 抗菌素等等 所有东西 所有的医疗手段 先进的心脏手术 先进的恢复骨头的疗法 治疗癌症方法等等 都是为了治疗手段 他们看到的是什么 他们看到的是病 看到的不是人 他们是从病出发 不是从以人为本出发 因此着重点不一样 我们可以看啊 在我们计算机普及以前 当时的中国的医生也好 国外的医生也好 看病也好 他们根本不知道 我给谁在看病 每次来都是根据你的病情 来给你用新的药 或者来新的检查 他们不知道 没有你的任何资料 他们不会从你身体发展的 各个环节 也就是说 你身体的健康的各个环节 来推敲这个疾病发生的规律 他就是从病来治病 和病相关联的药 就可以了 这叫头疼一头 脚疼一脚 他不关心这个完整生命题 到底是怎么出现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么如果是另外一摊 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非主流医学和替代医学 那一摊 不管你是什么疗法 他都归属于自愈的范围 比如说中医里面的疗法 特别中医里面的针灸疗法 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举个例子 针灸本身不治病 杨济周在针灸大臣里面讲 说 因不诸者不治于胃 阳不治者不治于气 针来贬食所致 既无气 亦无味 何得为补 这针不治病 就是给个刺激而已 为什么叫刺激呢 它刺激在特定的能量穴位上 就是身体特定的能量穴位上 用通过传导刺激的信号 引起身体的治愈系统的唤醒 然后身体可以迅速的根据自己的疾病情况进行调整 来治疗疾病 也就是说 治法不治病 它治的是人 是唤醒人体的治愈系统 这我们从上面看啊 治疗 治愈 然后走到每个具体的方法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那么刚才徐一顺提到一个事情非常有意思 也就是我上次在气里面 我准备要讲的那个篇章 这真的是心有灵犀 大家都提到一块去了 就讲到一个天下万物殊途从归 人和自然 人和所有的万物 其实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 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气的一元性 和气的变化性 我们讲 人先有体 而后有道 体内有道 体外亦有道 体内之道 无非血脉 脏腑 精气 精脉也 而体外之道是什么 是宇宙自然的规律 万物共性的表现 这个性质 这个性质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在古代里面 在《易经》里面就讲到了 一阴一阳 知为道 既知者善也 成知者信也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在不断 在道的不断的运动中 成就了各种不断 各种不同不一样的 各种不同的性 不管是朱熙 陈锦 王阳明 他们表示方法都是一样的 性即是气 气即是性 天下万物 共性 共同一性 三有三之道 天有天之道 地有地之道 花草树木 有花草树木之道 这万物共通之道 如果人要在修炼过程中间 人要在调整自己的病的过程中间 要和万物共存和万物共同进行修炼 那才能够去除身体的病 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共性的问题 共性问题特别有意思 我做了一些基本研究 它是一个气机的改变的过程 气机和阴阳二气不断变化中产生的 我们和动物没有什么不一样 刚开始我们做基因的时候 是从果蝇开始的 刚才学院长已经描述过了 我们看到果蝇里面这么多的基因 人们感到非常困惑 然后我们准备做人体基因了 当时我看到那篇文章我也在讲 人们非常兴奋 科学家非常兴奋 说果蝇都有这么多基因 我们人简直不得了 我们这个基因的话 肯定多少队不知道 结果做下来很令人失望 我们人体的基因几乎比果蝇还要少 所以说人可能在某些时 还不是动物 这个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也表现了 现在西方人也感觉到了 比如说他刚才讲了 Dr.Ego 他说了像生物学习 和以人为本 这个尤其是在1970年的时候 世界卫生组织 他把这个健康的定义已经改变了 改成新生健康和社会状况健康 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者是虚弱 中国的医学 和世界上的各国不同 根据每个国家自己不同的地位来讲 基本上还是处于救死扶伤阶段 也就是说医生远远满足不了病人的需要 对警商添花来说 可能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也就是说 对提高人类的健康素质和生活质量来说 还需要一段时间 但是所以说在国内化 这个做整合医学和这个综合医学来讲的话呢 还是比较吃力的 因为很多人不顾人的要求和健康的需要 他们认为没病就行了 救死扶伤就可以了 我们医院的方向就是救死扶伤 根本不需要提高身体的质量 和提高人体的生活质量 我们可以回头看一下 这几十年走过来的整合医学 在国内发展的道路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甚至有人说 整合医学在中国 他们的定位和他们的做法 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地位 因为人类不需要 因为我们的人温饱就是人权 我们没有病就已经好了 我们干嘛需要去提高生活的质量 人生在世生死由命就可以了 所以说这对人来讲是非常不公平的 因为我们在看病的过程中间 都需要一个好的身体 那么整合医学他做的是什么东西呢 他做的就是说是 他不但是看人 而且是看病 他看的是病人 而不仅仅是病 因为我们知道 疾病从被医气 从疾病的发生到被医气检查出来 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他的意思不是说是 你就没有疾病了 那么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间 可能是一个月 可能是一年 可能是十年 也可能是二十年 多少人死于催死 什么意思呢 就突然下死了 而且催死前 他还大胜疾呼 我所有的体检 每次都是正常的 就是说你的病 并没有被医气检查出来 第二个呢 说明什么呢 说明当你病好了出院 并不是等于说 你的病全部都好了 也不是说你的人全部都好了 而是 医气的指标好了 你出院了 第三个呢 很多疾病根本就无法治疗 中国也是 美国也是 很多美国医生啊 他非常直接 他就直接跟你说 对不起 I'm sorry the disease is not treatable 他就直接跟你讲 这个病是不能治的 你回去吧 休息休息 或者是你去找那个 替代医生吧 他就直接往外推 那中国医生呢 可能有点人味 他就跟你说 啊 这个病不错 你现在接着治吧 就是就就就这么干了 啊 这是最主要的体现了一个 就他们是看病的 不是看人的 那么整合医学呢 他做的是什么呢 他认为是医生和病人 是一个康复中的伙伴 就是医生 他不但了解的病人的病 而且还了解病人的人 这个叫个性化 人性化的护理 他不但考虑到了健康因素 而且考虑到这个疾病的产生 不是也就是说 不是考虑到疾病 现在有的状况 而是考虑疾病从哪来 可能到哪去 可能和哪些人有影响 包括病人的思想 精神和社会的环境 以及你当时的处于的社会条件 等等 他用适当的方法 常规的方法 来替代 帮助身体的先天自愈能力的 呃 唤醒和恢复 他的原则和目的是什么呢 整合医学的原则和目的 就是用最少的 甚至是不用医疗手段 帮助病人 从病里面恢复过来 他的基本原则就是说 病人可以产生疾病 当然 病人也可以消除疾病 从逻辑上讲是存在的啊 因为我们有很多病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病的来源是什么 当你翻开 那颗医疗手册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大部分的病 他的 他的 呃 原因啊 都是不知道 不清楚 也许有什么什么有关 他都不知道 包括一个简单的三叉神经痛 怎么说来的 也不知道 是吧 那个 帕金森是怎么出来的 也不知道 对吧 MS Malibus sclerosis 怎么出来的 也不知道 很多病都是不知道的 他只知道疾病的发展的现象 和疾病发展的结构生理结构 他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有一点 我们是绝对清楚的 疾病是由身体产生的 对不对 身体可以产生疾病 身体也可以消除疾病 问题是我们如何告诉身体做正确的 而不要做错误的 这个就是开发人体的自愈系统 呃 因此我们可以说整合医学和智慧医学 到今天来说 我们应该从几方面来完善它 一个就是人体的自愈功能 这个包括人的本身的有多大的能量在里面 他有智慧的能量 有意念的能量 有神念的能量 还有自我调节的能量 还有自我循环的能量 有各种各样能量 第二个 人体和自然 人体和万物之间的这种联系 我们看到多少自然的例子 我记得朱丹七先生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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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核奸四大家里面 那个朱丹七先生 呃 他他就写了篇例子 他说呃 战乱时期 我治疗一个病 我治疗一个病 糖尿病啊 那个教授叫萧可 此人不可置眼 我估计他六月必死 然后我就逃乱去了 回来以后看到这个人 哎 又活又活又活不乱跳的 他说怎么回事啊 那就问他 他说呃 你这个病怎么好的 他说我能不能向你这个医生 去求教一下 因为他 朱丹七他是非常非常 皮肥嫩的啊 他非常非常想想拜师 啊 他的作用名就是 行万里路多万年俗 像各种人学他的高招 然后那个人跟他讲 他说我什么都没有治 啊 因为战乱 我们家没吃的 我躲到山洞里面 啊 山洞里面是我们家干什么 我们家处处难过的地方 他说我就吃了 我就真的吃了半年的南瓜 结果我就吃好了 且不说这个例子是对的 还是不对的 但是有一点是非常证明 就证明了这一点 就是什么呢 人在自然的环境中间 有自然的饮食 他能够恢复自己的身体 刚才徐医生也讲了 就是拿掉了一堆基因 拿掉两堆基因 其他的基因 在填补的过程中间 他就是个治愈的过程 这就是为什么人要向生物学习 人要向天地万物学习 人要去感悟天道 感受感悟宇宙的自然之道 下面我把花种交给刘老师 刘老师在给我们 从逻辑的关联和 科学的语境上面 再重新把它关联一下 大家好 徐老师 程医生好 也是徐医生 这个非常非常非常开心 今天有了一个新的模式 我们三个人 在对智慧医疗这个话题 来进行一个 从三个角度的这个探讨 刚才那个徐医生呢 从他的这个生命经理 从这个西医 整体西医对这个医学 疾病 精准医疗 基因 这个还有现在 国际国内发展到的一些形式 达到的一些状况 做了一个 这个介绍 我觉得这个介绍呢 可以在我们后面在这个进一步的展开的时候 可以去介绍 这些这些达到的层次 空间 时空能量层次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那这里面呢 有这么几个要点 这个 人类进步和文明的目的是改善生命的状态 这个呢 在三维人 大家会怎么去理解 这个 同时对人文明的解释 在我们三维逻辑里面 把文明 跟这个三维空间的文化 可能融合起来了 但实际上文明的文 是指的空间能量结构 它指的是这个能量的纠缠 在不同的空间能量产生共振的一种 能量的结构呈现 它投影到这个时空 就是文的化现 就是文化 而它所在的空间境界 其实就是文明 所以这个文明指的是内在的 如果要说把这个人的进步 和一个目的的这个改善 这下就能比较深层的理解 这个文明实际是人体意识 整体的灵魂高度的提升 这个时候我们去理解这个一 这个字 从甲骨文上一下就通了 因为我跟那个父亲华老师对话 讲到甲骨文上 这个一根本就不是一之病 一本身 它是在一个范畴之内 生命走向高维 提升向高维的 这个整个的 这个表达叫一 就是说人生 生命觉醒 我们用现代话说 生命觉醒 这个叫一 但是我们现在把这个一 这个词 把它变成了一个 这个对治病的这个逻辑了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从它本质上去 就把这个事搞明白了 所以这个 我们到现在来讲 刚才那个徐医生提出来 比如说这个病人越来越多 这个病人越来越多 但是呢 这个体现的这种 我们的方法根本上 那这个是一个什么呢 其实就是这个能量波啊 它从简单 叠加为复杂的时候呢 这个阴阳能量啊 最初的 它是最简单的 它也是最自然的 那么当能量开始叠加的时候呢 在两个能量波叠加 就形成五种能量特征 就形成能量的特性 这些特性呢 当被继续叠加的时候呢 如果是按照一个 自然能量叠加 它就是八卦六十四项 这种自然的 能量叠加的这个过程 但在这个自然能量过程的时候呢 它会产生每一种能量属性的 各自的偏性 就它们总合起来 一个整体一定是一个平衡的 但是啊 如果任何一个中间啊 或者其中之一能量啊 它的这个 跟其他能量 它的这个 所占的比例 或者比重啊 偏大的时候 它一定会产生局部偏性 而这个局部偏性 在另外一个空间的 在这个同一个空间的 另外一个位置 时空位置上 一定跟它 有一个对峙偏性 所以整体 它一定是一个 是一个中性的 是一个平衡的 那么当我们在 一个个体身上 出现偏性的时候 那就是所谓的 疾病就出现了 那对峙的方法 是用偏性来对峙就可以 那么这里面提到 这个基因啊 实际上我们人类 从三维去理解 这个人的 这个整个物质结构 生命结构的时候呢 我们从分子到原子到电子 最终到了量子 最后我们发现 最后它是能量波 它是正弦波 正弦波在二维 是一个 Sine X这样的波形 而到了三维 其实是螺旋 最简单的 三维的存在 三维最简单 能量波的存在 就是螺旋 两个螺旋产生干涉 就是产生一切存在的可能 和他们的相互关系 可能就形成能量结构 而两个能量波 三维能量波 在一起干涉 其实就是双螺旋 那这个双螺旋 就是一切树 最基本的结构 所有树的结构 都跟这个结构相关 那么这个结构 它的继续的组合 它继续组合 就形成了显化的 我们能够观测到的 这种结构 这就是八卦和六十四卦 所以六十四卦本身 是我们这个空间 一切事物的基因 就是所有的事物 只要是在这个空间里 在时空中存在的适合物 它的基本基因 都离不开 这六十四种能量分布 这六十四种能量分布 就决定了 所有存在的基础 大家注意 它这个存在 不光是有有形存在 无形存在 包括了这个意识存在 这里面都包括了 所以这六十四种分布 是一个 我们老祖宗 对这个宇宙空间 从一个能量波 到三个能量波 到无形的能量波 之间叠加关系 这是个横向能量叠加关系 所以这样 我们再去了解基因 所以其实构成 我们也能看到的 所有事物 它里面的基因数 它在总体方面 它是很趋近的 而在体的偏性上 显示的这个部分 是每一个存在的可证 每一个不同存在的可证 当然这里面又说到 一个我们这个人 所谓神明创造 神帝创造 上帝是恩为恩乞无穷的 那么恩为恩乞无穷的 这个知识本体 投影出了我们原型 这个是哪些 这个宇宙空间 整个的一个投影 所以为什么说 神爱的自己的形式 它创造了一个 上帝恩自己的创造 它指的是这个意思 所以实际 它就投影出了一个 因为我们的整体意识 是建构在这么一个 框架国际的关系 所以这个呢 跟宇宙的整体结构 是对应的 它这个宇宙的整体结构 对应出创造出来的 我们这个 投影出我们人的 这种状态的时候呢 它里面是一个 全集体系 所以全集 所有的那样信息 他们都有 我刚才 可能调了一下 没关系 继续啊 那么 那么这样的话 刚才那个 徐明老师讲到的 这些很关键的 这些词 包括我们人类 对于基因 这个研究 如果要从它 最根本的角度 先明白了以后 然后再去看 我们人类 在这个基因 这方面做的 这些工作 就特别容易理解 做的这些实验 包括像基因跟踪啊 基因填补啊 这些 就是我们人为的 去做这些东西呢 有些是 是因为我们受到 自然的一些启迪 我们用了一些 我们从自然 从高维下载的信息 来创造了一些 跟自然的行为 类似的一些行为 但是呢 它因为是人为 而且它是局部 而且我们又强化了 这个局部的 这个属性 当这个属性 被强化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人为 所以自然的反义词 是人为 所以我们人为 参与的部分越多 它会产生的 能量的偏性结构越多 所以它就会不断 自己跟自己继续叠加 这就是为什么 疾病越来越多 实际现在好多病 是异元性的病 和药元性的病 到最后很多人 死是死在 治疗被致死 和吃药给吃死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才知道 疾病种类 跟我们人的生活习惯 越来越复杂 这种能量叠加 复杂了以后 它会就叠加出 新的偏性能量体系 偏性能量出呈现 所以这些疾病的呈现呢 跟我们人类的 三维能量集结的 这复杂性 有直接关联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如果我们从 本质去了解的时候 我们慢慢慢慢 就会理解到 这个时空能量的 这种关联 所以刚才专门提到一个 有株内 有株内行猪外 有株内行猪外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们的内在是投影源 因投影源会投影出 外在的一切存在 但是这个株内 和株外的关系 在有形的空间里面 人们认为是内脏 身体内部和外在的关联了 和外在病症的关联了 这个也没问题 这也符合这个逻辑 但是我们内脏里面的问题 哪来的 这个呢 实际呢 就是从更深层的理解的 黄金里已经讲了 这个株内 它不是只是我们的内脏系统 它是我们的内在能量系统 而这内在能量系统 是有层次的 是有维度的 是从投影源里面的认知产生的 所以要真正知道这件事 我们才真正理解 我们老祖宗的智慧 不是只建议三维空间 对于内外的这种理解 因为高维都在内在 高维不在外 所以它产生这两个分化 西方的这个分科而至 也就是细胞组织器官 另外呢 在核的方面找整体医疗 那这里面整体医疗的 有两个思维逻辑 后来那个程晓明医生在这里面 讲到了一个整合医学和整体医疗的概念 我们是把各种方法集成起来 变成整体医疗 就说还是我们找到了 整个时空能量的一个整体结构 从整个时空能量结构和生命的结构 天人结构的体系来看 这样的整合医学 如果说我们站在 只是把方法集成起来的 那也有很多 就是从全科来想 就我们把各个科目放在一起来整体 当然也许我们可以有一些 中间的一些关联逻辑 也可以借用一些 我们这个东方智慧的这种能量关系 实际关系 但是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的去看 能够在更完整的时空结构 去建构这个系统 那这个系统最终的包容性 它可以包容所有的道法术器 所以这一次才是真正我们谈 整合医学智慧医疗的 这个底润就是你建构这个框架的时候 建构在这个基础上 所有的跟健康相关的资源 全部整合在里面 但如果我们只是把已经有的手段 一定有的技术 已经有的这个仪器和这个药物 变成一个整体的话 那这个整体还存在一个太表象的层面 那么到程医生里面呢 他呢讲到这个关于这个病多医少 整合一些展开的整体目的 那他是从道讲起 讲人体的设计的两套系统 一个结构 人体结构 一个是修复自己系统 这个呢 就是这样的道法自然 就是整个宇宙空间 它是一个全息的 任何一个局部具有全息的 宇宙的所有信息 那么也就是在任何一个局部 这个能量 它的属性 综合属性是平衡的 但当我们专注于它偏性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脑子里只想到的是一种人为对质 我们没有想到任何一个时空能量的内在的平衡机制 它自然在 你强调这个是的时候 一定有一个等大量的非存在 你强调善出一定有一个等大量的恶存在 所以这时候我们站在一个整体去看 这个能量自愈的这部分幻想才变成重要 所以它从这两半去叙述了治疗和自愈这两条路径 那么我们现在科学支持的大部分是治疗这条路径 因为什么呢 科学发展在三维空间为基础 它以三维的物质存在作为基础 以三维的实验验证作为评判 这样的话就会把这个没有问题 它的格局就是这样的 所以在这个格局里面 在这个游戏规则里面 在这个篮球场上 它就是用这么一套规则规定的 它规定了这个 但是这个自愈系统 它是把锻炼身体 我举一个例子 这个西方如果就不是现代科学 把这个治疗 就只是用一个篮球形式来代替的话 有形的篮球场来决定了规则 那实际上自愈系统是在所有的运动系统里面 找到对健康有意义的活动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已经不限于篮球规则了 它可以在排球 这个足球 各种体育项目里面发挥 我这是一种比喻 那它到底是什么 实际它的目的是身体健康 而身体健康的本质 就唤起内在本资具足的能量系统 本资具足的智慧系统 信息系统 这才是在整个自愈系统里面的本质上的表达 那自愈呢 如果我们只是从生物本能来讲 不够 我们要从这个除了生物本能 还有人的意识本能 人的这个高维意识本能 人的本自具足的能力 这才是本能 不是说只是本来的能力 其实是本自具足的能力 这个又被称之为自性 这个自性是本自具足的天性 所以说这个自然 就是自性的本然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真正理解 这个中方智慧 启动的是什么样的空间能量结构 那这时候 那个老师又再继续 程老师又讲到天下万物疏突同归 他最后归结到上次我们这话讲的气 其实呢 用现代人能够理解的这个描述 描述气的话 或者描述这个本质的话 它就是能量 这个能量呢 它只是有不同的层次 而且这个能量呢 它既有这个显化的又有引擎的 它既是一切存在的这种显化的基础 有它的显化结构 同时它也有隐形的逻辑架构在里面 那个隐形的逻辑架构也是气 也是能量 只是这个能量的这个呈现形式 不像我们能够觉受的这个显性能量 和显性能量 这么一种这种表象东西 所以他讲阴阳之道 他讲到了就是气和性这两部分 那个性的本质其实就是自性 就是由心而生的整个空间一切存在 那心呢实际上就讲 心就是宇宙 宇宙就是心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宇宙 如果我们在外面看三维的宇宙是有限的 到进入高维的宇宙全在内在 进入投影学全在内在 所以高维宇宙是无限的 所以这个宇宙的心跟宇宙是一体 所以这时候由这个内在宇宙 生成的所有存在 或者它跟外在宇宙的整体 被称之为性 所以这时候我们才知道什么叫性 了解什么叫性的时候 才知道什么叫自性 才知道这个性命 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再去建构这样的系统 是整个完整体系的 那时候在这个健康的定义上 就在近代的时候改为了提高身心 社会关系质量 目前的这个孩子的 医疗存在就是扶伤被动阶段 这个是在宇宙的线条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我们面对的一个机遇是什么呢 是超越 就是说实际上 其实是借现代的整合医学啊 这套东西建构起了这套完整的法术体系 但这个法术体系 如果只是在三维和一维的思维 临界才建构的话 那么他们会在这一部分 消耗很多的尊很多的能量 但是这时候我们要整理这个时候呢 我们真正的条约是在什么呢 是在回归我们老祖宗的高危引力 这个 那我下次建构 他就可以建所有的 以民有情的这种各种医学手段 而实现整个人类生命觉醒 这个才是我们在这个时空里面 建构这个整合医学智慧医学的真正高度 这样的高度上 跟所有的从疗愈到关系 各个方面的法和数据关联 那关联起来 这个呢 我们把它理解为整合医学的时候 就简单了 而且把这个一这个字啊 重新定义一下 它不是治病 它也不是回复健康 它是生命觉醒 它是生命回归高危的 这是我们从甲骨文的属性里面 直接找到的本质 它包容了健康 它包容了身心 所以所以这种包容了 这个这个刚才到最后的时候 这个陈医生专门指导的病因 从我们现在科学分析的很多病因 到最后是不知道的 中医呢 对病因的追踪呢 是在能量的纵横关系上 找到病因的 这点呢 非常重要 它是在整体能量 纵横 纵横向是能量叠加 纵向是能量投影 它在纵横能量的关系上 找病因 这是中医 道医和佛医是从宇宙生命的本质 去找病因 所以他们在不同层上找病因 那我们说在投影原理找到的因 它才是本因 在投影原理的转 才会转向 而在这个像上 能量仅仅是能量结构里面 找到的呢 还不是真正的 根本的本因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 找到本因的时候 只是找到了我们圆满生命 提升生命境界的那些认知障碍 找到那个障碍去 颠覆那些障碍的时候呢 我们的纵向提升 会带来我们更和谐的 在每一个时空当下的存在状态 谢谢 请徐老师继续 刚才两位老师都反复讲到了 人本自具足 在追究这一点来说呢 我是特别有体会的 在我们的古中医 就是我们皇帝内经讲 有诸内必行诸外 其实他就在说一件事 疾病是人得的 所以一定跟人有关系 我们人得对这个病 负起全的责任 因为我们的内心 就是决定了我们看到的世界 甚至决定了我们的疾病 大家最近我们在医生同行里边 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从新冠状病毒肺炎发生到现在 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的死亡和艰苦的时刻 我们医生谈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疫情是他杀 慢性病是自杀 基于我们中国的统计 我们每天死医缺血性心脏病 每天我们中国有5000里左右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大家看到 这次整个中国的疫情 起得了突破性的一个进展 得益于我们整个国家的这个调度 特别是这4万多名医护人员 全国各地的支持 昨天我也看到了美国的同行发给我的 美国的纽约几个市 也在全国招募医护人员 到昨天为止有6.4万医护人员 请因前往这些重灾器的美国城市去援助 但是你看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医生就发生了一个事情 原来我们内外父儿 我们40多个专科 但是今天此刻我们积极在一起 所有的医生放弃专科之间的界限 都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生命支持 我们在病人最困难的时候 他的就是呼吸困难 当我们用呼吸机 包括我们医疗的所有现代技术手段 一旦让他度过这个时期 就是我们说缺氧时期 很神奇 很多的病人恢复 所以我们就研究 从我们西班牙病毒后面人类的反思 一直到今天各种疫情的反思 我们都明白 病毒对人的 损害并不是病毒本身导致的 比如说我们的白细胞 我们将近有一百多万 在这一百多万的白细胞当中 我们其实平时行锣直搬的并不多 我们大部分都在休眠状态 但是我们直搬的白细胞 一旦识别出有敌人来犯 我们会迅速的大量增值 大部队寄居 这样积极的结果 我们在消灭病毒的同时 其实我们也损坏了我们的组织 破坏了我们的器官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 在疫情最困难的时候 致死的原因 是我们机体在清理门户时 对自己的免疫攻击 所以一旦我们把这个免疫攻击的 这个爆发期度过以后 其实我们人体自然就恢复 所以也是这个疫情当中 让人类看到希望的地方 在那么多年 我们特别在跟慢性病的 这个抗争当中 我们就发现疾病的发生 发展上是有规律的 除了我们的疫情 车祸 外伤 我们是突然发生 所有疾病都有它的内在规律 都有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那么我们的学者研究就发现 从我们机体环境开始改变 然后功能失调到亚健康 我们需要六到八年的时间 我们从亚健康到气质性疾病 我们需要两到三年 但从气质性疾病到恶化 我们只需要三到半个年 所以疾病的发展 前面是一个混缓和的时期 但是到了后面 它是一个迅速加重的时期 特别是癌症 到了癌症的晚期 大家看甚至每一天 每个小时 它肿瘤的增值 都会进入一个快速增长的时期 一旦我们明白这个规律 那么我们最后就发生了两个事情 第一我们如何来早期诊断疾病 如果一个是怎么达成治疗结果 那刚刚陈医生也反复说了 那么现代医学 无论我们的多么的科学 多么的精益求精 但我们今天 我们在病理 生理上 我们越来越清晰了 比如说这次的新冠状病毒 通过尸检 其实没有超出我们的认知 它很清晰 它的病理 生理是清晰的 但是为什么有人得病 有人不得病 在我们西班牙大流感的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美国的科学家做了一些很了不起的事情 那个时候 大家就觉得只有疫苗是唯一能阻止这个关这种流行性感冒病毒的最重要的手段 所以当时在美国也招募了将近三百多这个死刑犯的病人参加这个募捐 募集来做志愿 在三百多名当中最后只有六十四名犯人呢 最后达到了合格的这个标准进入这个 那么在这个疫苗的这个当中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 这六十四名没有一个被感染这个西班牙的流感病毒 反过来参加这个里面的科学家死了不少 之后大家发现原来在监狱里面其实有小的流感发行 他们早就被免疫了 所以我们在发现最后我们要来研究疫苗 人工的去研究疫苗 现在很多的科学家很多的国家都在宣布 可能需要最短三个月 最长可能是一年的时间 所以我们去这样的去等待 当我们人是在集结的作为 那到底究竟何时终点 但是自身记足 就是刚刚两位老师反复讲的人本子记足 在我三十六年的职业生涯当中 我们的同行我们最多交流的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每个医生都看到了这个现象 因为我是搞西医的 我们就发现同样的疾病 到了医院 到了不同的医生的治疗组 如果这个医生怀有强烈想就医的这种强烈愿望 病人有强烈的愿望 那么这个病人 他被治愈和好转的激励就高于很多人 这个是我们大家很多的发现 我们甚至有很多医生 我们在一起总结我们人真正能够治愈的需要三个基本的条件 第一就是疾病留给我们的时间疮是否足够 第二你有没有强烈想活下去的愿望 第三个就是你有没有想改变的意愿 所以刚才两位老师都讲了人的本质具足 这个本质具足说的是什么 就是人的自愈力 但是怎么来调度自愈力 所以刚刚刘凤老师反复的讲到了 我们在不同纬度 他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那在我的前20年 我开刀 我们大量的手术 我做的事情都是去切割 去破坏 甚至去修补 那我们现代的西医 主要是以破坏性和干预性的治疗手术为主 但是这是必须的 那么刚刚陈医生也讲了 我们东方的智慧呢 是以恢复性的方式为主 但是这两个怎么样的有机结合 这样的结合点在什么地方 所以刘凤老师刚才讲了 高纬度的提升 才是最后的途径 我们就能够体会到在治疑的当中 如果我们我在将近很长的时间 在做医生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同样的疾病 比如说都以肝癌为例 因为我是搞肝胆外科的 我们都是切一个肝断 比如说又肝叶 手术做的一样漂亮 但是这个病 两个病人他的恢复 经常是截然不同 有些人就终身存活了 甚至十几年二十年 但是有些人很短 半年三个月就复发 这样在我们的临床当中比比皆是 那现在大家又去发现了 如果从基因表达来看 他们的基因表达 好像甚至复发的基因表达 和不复发的基因表达 并没有显著的优势 那是什么样的东西来决定它 所以在我们又不得不从宏观 又回到微观 人究竟是怎么回事 所以我们每个人 现在的研究 有一亿亿个细胞 每天有数十亿细胞死亡 我们每小时将会拾起 五百个细胞 所以我们细胞的世界 是令人惊讶的 细胞的内型多大几百种 大多数细胞的存活 不会超过一个月 那么在所有的细胞当中 干细胞的存活 可以达到几年 但是内部的成分 每个几天 其实就更新一次 即现在的研究 我们身体的每个部位 都和九年前不同 细胞的复杂性 多样性 内部的热闹程度 巧妙绝伦的结构方式 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细胞内部 不受万有引力的 的规范 它其中的蛋白质 极为活药 其分子内部的一切 都以不可想象的 高速在硬性 细胞中有数万个物体 包括了不同大小 不同形状的溶媒体 吞食体 即素以万别的其他物质 每时每刻都在相互碰撞 完成着再普通不过的任务 比如说 摄取能量 合成新的结构 排除废物 抵抗入侵者 接受信息 进行修复 等等等等 一个细胞里边含了 两万多个不同的蛋白 其中仅200种的每一个 至少都有五万个分子 每个细胞含蛋白的分子总数 至少有一亿个 因此 我们可以了解我们体内的 生物化学活动的激烈程度 所以我们看的 但是我们每个人 其实都不觉知 那我们再来讲讲线粒体 线粒体是我们在生命 形成最初被捕获的细菌 但是我们现在每个细胞里面 都含着这个捕获的细菌 这线粒体 如今线粒体已经成为我们细胞中的积极者 多亏它的存在 我们人类才得以安康 因为我们摄取所有食物和氧气 经过了线粒体的加工后 成为三磷酸腺钢 也就是说ATP 它在细胞内的移动 为细胞提供了全部的能量 在生命的每个瞬间 我们体内的每个细胞 通常都只有十亿个ATP的分子 就是三菱关线版的分子 每两分钟我们就消耗殆尽 然后又有十亿个新的ATP分子 替代它的位置 我们每天产生消耗的ATP的总量 占我们体重的二分之一 而且更神奇的是 如果细胞没有收到活下去的指令 它就会杀死自己 当细胞不再被需要的时候 就会优雅地死去 它会拆下所有的支柱和墙壁 不动声色地吞吃其他自己的组成部分 这一过程 我们人类把它称之为细胞的雕王 细胞的最奇妙之处在意 它可以几十年的保持运转的正常 当然疾病例外 细胞的内分子高度平衡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重复 可靠的发生 几万亿几万亿反射性的化学反射 然而我们全部皆知 所有的这一切 我们人类的研究都觉得依赖以DNA 但是DNA最终受谁控制 如果我们在刚刚刘凤老师讲的 如果我们是在三维的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靠术 靠去干预修复 或者去支持我们的器官 我们的病 按照刚刚陈大夫说的两个标准 国际标准 一个是我们症状的消失 一个是生理 或者是社会功能的恢复 这两个标准其实我们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的整合医疗 或者是我们就整体医疗 我们在实践当中 我们又有了另外一个路径 这个路径 就是站在更高危的空间 去进行探索 所以我们在这将近14年的时间 我们通过中国的疫经的探索 我们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们当我们看到比如说一个哮喘 哮喘大家都知道是一个男子性的疾病 这个男子性的疾病邓丽君 他是去世医哮喘 所以在我们年轻的医生心当中 当时觉得哮喘是不可治愈的 就跟糖尿病高血压不可治愈一样 但是他的症状表现 特别是在哮喘实习状态 似乎除了急速 抗风素 支气管 扩张药 没有其他的药可用 但是哮喘病 今天我们已经被列为六大新阴病之首 他有清晰的病因 如果我们在病因上面进行根治 在高纬度进行解决的话 这个疾病被质疑的机会就大大的提高了 所以我们在这十多年内 以现代技术完美的结合 以易经皇帝内经哲学思想为指导 在治疗疾病本源的同时 探索生命的本质 探索疾病背后深层次的原因 疾病的阶段 所有症状和实验室检查 所以我们的维度 要进行三个维度的治疗 那么一个维度 就是关于生的维度 器官的维度 分子的维度 基因的维度 第二个就回到我们的分子 我们的细胞的内环境的改变 从七十年代 整个医疗都在这块探索 特别以德国 以色列和日本在这块做的 走到了前面 但是人类继续在前进 特别是去年 我们诺贝尔奖的医学奖的获得者 他发现人类的所有疾病 都跟缺血缺氧的结果有关系 但是为什么缺血缺氧 就跟我们的更高维度 人以更高维度的链接 和能量方式有关 所以通过对身心灵 三个维度的整体修复 释放和平和 以依法自然 从述生命为路径 才可能达到 既致病 依然标本兼致的医疗效果 这个就是我们对医疗 本质技术 疾病 其实人本质技术 疗愈也是本质技术的一个认知 请两位老师 把华东交给两位老师 好的 谢谢徐大夫 现在华东在我的手里 我开始讲念我自己的看法 徐大夫描述的是 比较细致一点 就是从病的本身和人体的两个方面 其实以人为本是健康的守卫 总的来说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我从后面往前面讲 sorry 比如说我们讲到 因为其中有一个是我们医院里面的 是Brigan Women's Hospital 它里面就有一个 它里面就有一个 Rubert得奖的一个人 他就提到了 这个血血血氧 与那个身体的生病的关系 其实这个血血血氧的东西 很多疾病都是从这里面开始的 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 这个关节炎 对吧 特别是我们关节炎有三种 一般说是 那个骨关节炎 退化性关节炎 和那个 创伤性关节炎 还有那个 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有四种 那么它造成的原因 就是因为血血血氧 这都是很明确的 很多癌症的本身 就是因为血血血氧 这个跟什么有关呢 这跟我们中国哲学的存在论 中国哲学存在论有两个特点 我上次讲过这些挤到过 一个是气 一个是虚实 就是 物体的存在 一定要和它所处的空间 一起才称为是物质 否则的话 这个物质是不存在的 我上次讲的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在房间 我们在房间坐在电脑前 如果我们是不要这个空间 我们管要这个物质 那么呈现在你前面的 包括你人和电脑 夹在一起只不过是一个各种元素的物质柄而已 那么这个柄有什么作用呢 一点作用都没有 只有把那个空间重新还给我以后 而且又分文 又丝毫不错的重新把你的所有的东西 重新分布在这个空间结构上面 然后你才能够有功能 为什么 这个里面 有一个气机的流动的问题 我们知道 这个虚实的概念 在身体里面 老子推崇婴儿 为什么推崇婴儿呢 婴儿它水分多 空间多 我们年轻的时候 由于空间结构很多 摸上去皮肤是那么的光滑 肌肉是那么的柔软 对吧 空间结构气急的流畅 体力的恢复 哪怕再累再苦 一个晚上睡觉 第二天早上起来 生龙活虎 跟没事人一样的 那么年纪不断的增长 体力不断的衰退 空间结构不断的消除 怎么样 当你累了一天以后 一个礼拜都缓不过来 就是因为空间结构阻碍了你的代谢 空间结构阻碍代谢以后 造成的最基本的现象 就是缺血和缺氧 那么所有的细胞也好 细胞里面的各种结构也好 细胞核 线粒体也好 它都因为没有血 没有氧的供应 它都会产生自己的异变 这种异变的过程 我们称为什么呢 称为适应性改变 它要寻找自己适应性改变的各种各样的形式 也像我们人一样的 我们人 我一直坚信是创造论在先 进化论在后 就是当人到了某一个地方以后 他根据当地的气候环境地理的条件 不断的改换我们的身体的 包括颜色的改变 包括性格的改变 和人体的基因的改变 还有人体的各部分组织的改变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讲到这个叶利素和红细胞 这两个怎么能放在一块讲呢 叶利素是植物代谢 产生这个三组酸 三组酸循环的ATP的过程 红细胞是人体的代谢的 最重要的一个细胞 可是叶利素和红细胞的分子是完全一样 就是有一个不一样 叶利素的中心细胞是铁 它的中心的元素是铁 红细胞 它中心的元素是铁 如果把这个铁和铁交换了以后 那么红细胞细变成叶利素 我们人就可以凭着太阳 高高兴兴 舒舒服服的过完一辈子 不需要吃 饿了 太阳底下一晒就饱了 因为它加入了这个ATP三组酸循环以后 它可以参生很多的能量 有了能量我们就可以生活 所以说天下万物 十度同归 都是一样的 只要换一个基本元素就可以了 就可以生存了 可是这个换 这个棉问题就太大了 刚才讲到这个 刚才讲到这个有很多疾病 特别是像哮喘 这个病因结构 或者是那个病理结构来讲的话 我们从这个空间结构里面 也可以 空间结构 也就是说中国哲学的存在论里面的 虚实观点里面 也可以看到一些很多不同的因素的改变 比如说 在虚的环境中间 因为我们讲这个阴阳 实际上对比的话 是一个阴阳的对比过程了 对吧 一个是从不但从有虚转化为无虚 一个是不但从无虚转化为有虚 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间 它产生各种各样不同的物质 那么这个从感觉医学角度上来讲 很多疾病呢 都是和记忆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能量 能量通过不同的频率 来使人类感觉到 我应该做什么 不应该做什么 身体里面会告诉我们 产生不同的感觉 那么感觉产生 感知 感知产生 认知 认知产生记忆 对吧 这个记忆呢 不但是我们仍有记忆 每个细胞都有记忆 我们讲现在的病毒啊 它也有记忆 被打了一次以后 第二次它马上就变了 它把这个病毒的外壳 上面的那个膜蛋白啊 它马上就改变了 改变了形式 改变了这个受体的结构 所以说 你再用相同的药物来讲 它没有用了 这是抵抗性的 细菌也会这个 细菌也会这个 病毒也会这个 所以说 我也讲回来了 微生物是实际上最古老的动物 最古老的生物 它存活在地球上有三十亿年 人类只有短短的三百万年 太短了 所以说微生物啊 是最聪明的 微生物统治了动物植物 而动物植物呢 都是被人 微生物统治的 微生物特别聪明 很多 因为这次那个疫情比较严重啊 我在波士顿 麻州今天的统治的感染率是 今天新增加四千里 近次于纽约了 越来越差啊 估计什么时候能到个顶 还不知道 但是家里躲着 永远是最安全的 那么这个记忆呢 不但是病毒才有记忆 细菌有记忆 细胞也有记忆 比如说我们一种疾病叫脱水窍疾病 叫MS 那这种疾病就是的 它是脱水窍疾病 它水窍脱掉以后呢 出现了全身症状 麻呀 痒啊 酸啊 不舒服啊 手脚无力啊 四肢无力啊 这种症状 那么在那个 电子显微镜 在那个MRI下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很典型的脱水窍症状 那么为什么它长不好呢 我们知道 刚才薛大夫也讲到 这个细胞的代谢过程了 它是不断的可以 几天时间才能换新的细胞吗 因为它长出来的新细胞 还带有这个缺水的记忆 那它永远长不好 怎么办呢 只有通过基因技术 和肝细胞技术 把这个 把这个新生细胞的记忆 消除掉了 也就是通过 深维以后 到高维的智慧的层面 让细胞感觉到 它需要改变了 那么这个技术呢 现在有很多人在做 但是我们还没看到 这个长好的效果 所以说 很多疾病经不起探讨 你如果经不起琢磨 如果你琢磨到最后呢 也是一个道理 就是说什么 以人为本 在完整生命体的前提下 我们讲完整生命体 是四个部分 三个部分 精神身体 物质身体 和生命本源 生命本源是宇宙本源的一部分 就是决定你人 存活多少时间 那么当然了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种整体存在界的描述下 人作为一个 相度的整体存在界 也就是刘老师经常讲的 这个全息全息的概念 就是全息 因为它是宇宙 这个气是意愿性 全息就皈依了 那么 身体里面任何的细胞 包括任何的 比细胞更小的分子原子 它都含有 这个身体本身的信息 也就是说 它都可以作为一个 相对的身体存在界 可以起到对整个身体 反作用的这么一个能力 我们可以改变任何一个小东西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人 称为是自觉疗法 把自己的血抽出来 然后再打进去 或者是自己的免疫疗法 对的 也都通过自己的来完成的 这个体现最多的 就是在癌症病人上面 癌症病人这个治疗 这个相差太大太大了 同样的癌症 同样的分化 同样的恶性程度 同样的组织欺骗的后果 那么他们的三年生存率 五年生存率 十年生存率 完全不一样 这个取决于什么呢 这个就取决于 每个人的个体差异 我记得在那个 印度的一个传统医学 叫阿语富途啊 什么东西 我名字不太记得清楚 听他们老师讲过这么一句话 他说世界上 没有一片相同的叶子 没有一个相同的指纹 也就是说 没有一个相同的人 脾气 性格 细学 他的活动都不一样 那个MCH 那个麻省总医院 麻省总医院呢 他做了一个 他现在做了这个 对癌症的化疗 他做了一个 一个体为主的化疗 那么他 他收集的这个 data 那个数据库啊 把个体 把每个人的个体分为 几十种不同的测试标准 然后根据每种的标准 他提供相应的化疗手段 那么这个治疗效果呢 就比所有人都用同一种化疗手段 要提高很多很多的效率 而且这个很多 我记得我有个病人 他那个是乳腺癌 他的分化是4.5 就在4和5之间 我们知道乳腺癌1到5嘛 对吧 5是那个最坏的分化 三年生存率的话不到20% 那么他在做这个 针对靶性化疗的时候呢 他到现在已经快十年了 就没事一样 说明这个 如果是由这个靶性 这个针对的 每个人的不同的话 这个效果一定是不一样的 我们知道这个冠状病毒 死了很多人 中国死了很多 美国也死了很多 意大利死了更多 那么很多人呢 他像徐大夫讲的那样是对的 就是说 他并不是死于这个病毒的直接伤害 因为他这个病毒呢 他本身啊 有两种病毒 一般来讲 病毒跟人类一样 他很聪明 他也喜欢 他也希望存活 希望不断的延续 这种那个非常攻击性很强的病毒啊 他只有两种 两个去向 一个去向呢 就是说跟宿主一起死亡 第二个去向呢 就是他很聪明的改变了自己的形态 他并不杀死宿主 他和宿主共存 那么人们 人就不知道这个病毒是不是变了 他是不是还像以前呢 这么aggressive 他谁知道他已经 不太有攻击性了 那么我们用药呢 或者是用其他的制法呢 可能就是说是伤害了人体的本身 这个我们在临床上可以看到 美国每年都有 都有几十万人死于药物 我和我的一个病人谈 他是一个律师 他是肾脏衰竭 每个礼拜都要做三到四次的 那个canine dialysis 那个这么讲 那个渗透系 对 那么我还问他 我说你这个肾脏衰竭怎么回事 他说我不知道 我问医生 医生他也不知道 就把他的所有药翻出来 还是不知道 因为他他几年以来 吃了大概有几十种药 美国有这么一种 比较荒唐的疗法 就是你每看专科医生 或者是看你的那个家庭医生 给你的药累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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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药量累积到一定程度以后 怎么办 他做一个脱药治疗 就是把你的所有药都拿掉 然后重新开始 根据你的病症重新开始 在这个脱药治疗呢 一般都是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当你人体啊 就是不要和这个药物在接触了 看你人体在没有药物的情况之下 当然除了那些 危急的危重药以外 特别你心脏功能衰竭 或者那个心脏功能衰竭的时候 那个药还是药用的 你比如说 像有一种治疗 那个潜力线炎症的药 叫Cipro 那么这个药的话 它就有八十多种的副作用 特别厉害 我网上查了一下 怎么这么多副作用啊 后来FDN呢 它是在那个好几年以前 就已经禁止使用这个药物了 我发现中国还在用这个药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可以穿透 它可以穿透前列腺的 那腺体的包膜 一般的抗击素根本就进不了 这包膜 它可以进入 但是它的负重量也相当大 最大的负重量是一个 就是说 当你运动的时候 你有肌腱断裂的可能 那肌肉都关掉 你想想看 关机都会破碎 那这个药我还敢吃 但是不知道的人 他照样吃 吃了以后 这个腿断了 脚断了 手断了 这个习惯就不能动了 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医生说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么你去做那个理疗吧 实际上这是药物的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人体的自身免疫的攻击 自身免疫攻击 在立场上是非常要命的 这个主要是 人体的自我调节功能丧失了 他没有感觉到 我自己应该做什么 和不应该做什么 他的打向的指定不是很好 你想很多免疫性疾病 都是因为是自身免疫的 那个状况 类似于这个 最早的时候 我们讲的是 反链血菌感染 他把这个身体的 这个软骨细胞 当成了这个链血菌感染 于是他造成了 这个内风质关节 和风质性关节症状 都是因为自己的细胞 自己的免疫系统 攻击了自己的细胞 造成的 这个原因主要是因为免疫 抑制剂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在年轻的时候 水落水以后 胸腺就消除了 胸腺它就是一个免疫抑制剂 因为没有免疫抑制剂以后 免疫系统就会比较疯狂 那么以后大家治疗都是用最 都是用最普通的药了 用Pranetone 强体重置 强体重置疾的药 强体重置疾的药 止通消炎 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抑制你的免疫系统 它的好处就是你不通了 没炎症了 但是坏处是你非常容易被感染到 那么身体的生产疾病的原因非常多 人工的疫苗也好 自己的做法也好 我们知道疫苗改变了很多东西 比如说像麻针 像三线炎 它都有疫苗了 那么这种病毒感染 它对还有那个小儿 小儿麻痹症疫苗 它都是病毒感染 那么这种病毒 它的变异性非常小 疫苗作用非常好 自从我们有了疫苗以后 麻疹几乎是从世界上消除了 小儿麻痹症在中国几乎是消灭了 非常非常有效果 但是人的感觉病的原因 在中国的医学里面描述很多 比如说像那个宋朝的一个叫陈吴泽 他讲了个三音学说 内音外音不内外音 他把这个复杂的病情简单化了 就用三个原因来解释这个病的产生了 把六音之气为外音 内伤气情为内音 还有不内外音 地铺损伤 食物伤身等等 还有狼虫虎豹 铺咬 他把它分成三类 那么其实我们如果再把它 再把它给再提高一步 从三音提到一音 就是说你的身体本身出了问题了 这个身体本身是什么问题呢 它无非是一个生死的问题 就是你的 不管你的精神世界也好 物质世界也好 你的那个生命本源也好 它在生命的本源 就是内在了吧 就在身体内在出了问题以后 身体一定要做出相应的反应 就是我们讲的疾病 所以说在改善疾病的过程中间 要不但要治疗 而且还要自愈 还要最重要的是改变身体的 本身的内在的原因 这是最主要的 下面请刘老师来补充一下 这个内在原因 对身体的疾病的关系 刘老师这方面的大奖 有请刘老师上麦 刘老师 谢谢 谢谢刘老师 陈医生 那个我会 我会这两位老师的这个 刚才表达 先做一点回应 因为我想这些回应都很重要 特别是我们能够去解读一下 有些他们讲到的这个专有的名词名项 背后的这个逻辑关系 开始徐医生又再一次强调了 有猪内必行猪外 就是实际还是那句话 就是我们的这个猪内 这个猪内是很多的内 那这个很多内 哪些内才是更本质的 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体 整合医学系统里面真正考虑的问题 这也是我们从中医到医后 所医看到这个猪内的内在层次 所以呢 他呢 讲到这个医生谈最多的疫情是他杀 慢性病是自杀 我觉得这个话题特别重要 为什么呢 这个我们以为这个疫情呢 它是他杀 当然慢性病是自己在生活各方面的 呈现的一种自杀的行为 只是这种自杀是隐形的 但实际上呢 疫情是转型的 集体自杀 它是灾难的一种 所有的灾难都是人类 这个供业 自己造成的一个系统 产生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人类很简单 进入了从原始共生 野蛮竞争到文明竞争 我们搞经济 搞商业 搞这些 这个我们认为 不断建构其繁荣自一体的 这个人类社会的时候 我们忽视了 我们破坏了整个这个 时空能量的一种平衡关系 多种物种因为人的存在 而灭绝 这个时候 这个自然能量产生极度的偏性 不平衡 虽然我们人类在倡导环保 倡导这个什么 但是呢 它的声音永远没在人的主流里面 产生最决定性的作用 所以人类的集体意识 还是在进行商业经济活动 这些活动实际上 它就忠实究竟是我们人类合伙 高效率掠夺我们自己的整体的生存资源 或者说把我们整体的生存能量系统 带向更极端的偏性 那这时候人类的天敌 从自己 原来因为我们野蛮竞争士 我们自己是自己的天敌 现在人们从自己的天敌 转向了跟整个存在的一种对抗 所以那个自然能量 它自然就会形成一种 跟我们对峙的天性能量 实际刚才从这个疫情的内在也就知道 是疫情这个病毒 它不是来杀伤我们人类的 但是呢 它恰好是动员了人类的 这个免疫系统自杀 所以这个呢 实际上它只是灾难的一种内在显化 整个所有的灾难 其实究其原因 都跟我们自己内在能量系统的 极度的不平衡 过度的在三维空间的 这种极度强化而产生的原因 所以这刚才 徐敏老师说的这句话特别重要 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是 我们走集体自杀这条路 继续往下走 还是要转型 进入和谐控制 和一切存在和谐控制 让我们内在产生一种 高度的和谐的意识 这种意识呈现以后 会调动我们的整个 集体的和谐的自然存在 这就是自然的健康 就是我们的意识能量 和物质能量高度和谐 这时候我们会投影出来 整个世界 整个存在的一种和谐存在 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也就是我们人类 进入和谐共生的必有之路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人的内在意识 转变变成主要的 那么后面老师们 讲到了很多 非常重要的概念 比如病毒 当高人免疫系统 对自己人类伤害 那病的形成 从健康到产健康等等 然后通过疫苗的这些 这都是人类在整个能量的系统的表象 到它的能量结构的一种 转化的一种尝试 但这种尝试呢 是在不断的追寻病因 往这个病因上走的这条路径上的中间层次 所以特别是徐明老师讲到这个案例 就是同样的病人 治愈的概率里面 当医患的强烈的愿望 共同产生同频的时候 这个人的治愈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这里面说到了三步 第一步 讲的第二步就是生存的愿望 注意第三步 他讲了有没有改变的愿望和决心 这个太重要了 那这个改变还有改过来 是从只是从简单的生活习性上改 还是从自己的内在认知之改 还是从这个疾病读到人生自己的应用题 是要解决自己内在哪一种认知 造成的偏性能力 而投影出的这种偏性的生命存在 就是疾病 所以只有这样的话 我们才从内在启动我们的改变的自愈制 所以在七的破坏于干预为主 中医时空能量为主 那实际上这些在每一个当下都有似的例子 就是说比如我们的病造相当一个大的严格的 很大的一大块严格的 我们的治疗实际是把这个严格的直接放到水里把它融化 这就能够根本能把它化解掉 就是把它化解掉这个病就没了 这个化解掉这个严格的 这就是我们的内在这个致心 那实际上当我们直接把这严格的扔到水里的话 因为这个严格的已经形成了 所以它化解的时间很长 很长时间会形成一个平衡 它浓度相同的时候 它基本上就不化 还有一种情况是直接先把它给砸碎了 砸碎了以后再到水里 这个它化很快 所以治表 治身就是把我们这个严格的给砸碎 这是西医做的事 治心就是说要让我们的这个内在时空 能量产生真正的转化 这是中医道医佛医做的事 所以了解这个时候 我们才知道什么叫身心同志 在这种身心同志的基础理论基础上 才能建构起我们整个的整合医学 只有到更高的维度 我们才会妙用一切工具 不管它是西医的 这个中医的 是外科的内科的 是对治症状的 还是对治病因 这个病因的 是从基因里面下手 还是从分子生物学下手 都没问题 只要你的维度高 你可以硬时应运 在当下选择最佳的方案 但如果你的维度高 你只有这一招 你在这一招里 这一辈子可能也跳出来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 整体整合医学系统 是以提高智慧 提高生命的境界 来决定这个医疗所在的境界 所以细胞内部的能量结构的 总体系统协调性 高度智慧 提到这个线粒体 它在这个线粒体的 这个生灭的过程 每天消耗量 告诉我们 实际上 这个整个时空能量 它是有高度动态的 这种高度的动态里面 每一分秒 每一秒 每一个当下 都在存在着 承住坏空的过程 而这种承住坏空的过程 达到的一种总体平衡 它是必须有高度智慧的 这种高度智慧实际 终极的本质 物质能量 高度和谐 它在每一个微观系统的和谐 造成整体系统 分系统的整体和谐 这个需要一个高度智慧 它不在足够高度的智慧 驾驭它的话 这种系统的运作 是很难 就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才能知道 所有存在之间的 从三个维度 看细胞基因分子 还有血氧这套系统的时候 它是在不同的层次上 对这个能量平衡的 不同的手段 那么病因产生病相变形 与转化 因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基因它的目的 它根本就不是来伤害我们 它是来提醒我们 它是来提醒我们 自己生命功课的 就是我们内在有哪些认知 属于究竟的 纠缠状态的 这个能量的病病 另外当我们 我们是要 这种病情 这种病会产生病情 病情的转化 有的时候要转移 有的时候这个病 它会用 表现至好 它会用同定 这种病情形式呈现 或者从生命的 另外一个方面 包括我们的这个情感 包括我们的事业 也会建筑 这种治病的方法 这个治病的方法 这个治病的方法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巨见法 刚才有一段可能我这边断了 就是说病因产生的病相 所以病因是我们内在认知 这个认知 它会从病相的呈现上提醒我们 但如果我们只是解决了病相 没有解决病因的话 那么所以这个病因 它会转化成其他形式的呈现 这种呈现既可以是其他的疾病 又可以是我们在生活 在情感 在生活 其他方面 亲密关系 还有这个社会关系 还有这个我们的事业 还有我们的财富关系上 出现同样类型属性的能量 只是它不是用身体疾病来呈现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才知道 疾病是在诱导我们生命 持续接近本因 从下往上找病因 你永远被动 你从有形的像找病因 永远被动 所以只有站在更高的维度 才能真正理解 这个病因在不同层次的表达 那程医生在讲到 以人为本是健康的本质 就说到了这个核心 那这个以人 如果我们是以人的这个表象 为本的话 那我们又忽略了人的本质 所以呢 这个整个的本 实际是一个整个的 天人合一的时空能量体系 这个能量体系 它是全息的 在这个能量为本的 这个对质为本的时候 对于空间结构 和整体就有个更完整的认识 所以空间结构的阻障 组织和障碍 它是障碍我们整体的代谢 而这个障碍 真正的障碍 产生于我们内在认知 这个内在认知会投影出 我们的气血系统 我们的整个周流系统 经外系统的阻断 所以我们在任何一个中间层次 找到的这个不通 实际是我们内在的意识不通 我们内在意识的不自由 产生的 那当然这个程医生讲到了 液氢素与红细胞 这个结构是完全一样的 只是它是鎂和铁 作为一个中心离子的变化 那这两个它的属性是什么呢 鎂离子它是氢碳 它可以氢碳 而这个铁离子它可以氢氧 所以呢 鎂离子在碳氧转化 它们俩之间形成了一个碳氧 碳氧在整个空间的转换过程 所以人要吸氧 而这个植物吸的是氧化碳 但它们都是在光合作用 它是在光合作用下实现了这个碳氧转化的 所以它实际形成一个碳氧循环 这是我们这个宇宙能量 在这个三维空间 人们对它的有形能量系统的认知 所以真正我们说这个鎂离子分成两种 铁离子一种是二架的 一种三架的 我们这个三架铁离子呢 实际上呢 是一个是红色的 二架铁离子是蓝色的 所以我们当我们沉积的二架铁离子多的话 我们身上会出现 就是我们在 对整个这个时空能量 它的内带的体系 它是完全这个所谓的气血 它都是跟我们的身体的整个能量系统 有形能量无形能量的关联的 那通过这个感觉里面 陈利医生专门讲到了这个关于细胞 记忆这个层面的概念 所以这个概念实际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对整个的记忆是什么 实际是能量产生同频共振 能量结构单一能量波 当我们产生直练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相对稳定的能量这个结构的存在 这就是所谓的记忆 这也是液 就是所谓造液就指的这个 就是我们固化一些相对的能量信息结构 能量结构形成一些信息的一种存存储 这样它的特征就产生了局部偏性 当我们没有这个执念的时候 这个与肉空间能量是中性 它是互相是自由的 当我们产生任何一种执念的时候 在这个执念的点上 也就我们产生记忆的点上就会产生天性 所以消除记忆在佛教智慧里面 管的叫灭度 就是消夜 当灭度不断灭度 我们的有限的这个记忆的时候 它就会回归自由 这个自由会达到我们一种自在的状态 也就是自信的临在 所以我们恩为宇宙就会跟当下合一的状态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了解记忆 了解这个感觉医学的时候 一定要知道记忆 它的意义在哪儿 这个记忆的本身是帮助我们发现 我们有哪些记忆去障碍 其实所有记忆都是障碍 所以我们颠覆记忆就是不断的修行 不断的消夜的过程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记忆 能够博文强记作为一种优势 这种所谓的博文强记 如果你不把你的所有的博文强记装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那我刚才稍微断了一下 所以呢中一系统和道一系统呢 实际是在整个时空 每一个当下的时空能量结构 其实每一个人 不光是每一个人不一样 每一片叶子 每一个当下都会不一样 因为时间是变量 整个时空能量结构是动态的 所以呢 但是呢 这个治疗的这个显著效果 标的治疗显著效果 给了我们一个趋势 就让我们对峙 每一个当下的能量状态 这也就是当我们借用高维能量 治疗的时候 它不是一个 要形成标准化的东西 因为你不可能 你形成的所有标准化 在这个当下的 那个整体的能量分布 跟上一个当下 上一个时空点的能量分布 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智慧医疗一定是建立在当下的一个意识能量和物质能量一体化的状态 而且是对峙者 就治疗者自己内在跟自己当下的能量关联的状态 它才是最有效的治疗 只是我们现在呢 只是在趋近于这个方向时候 进行了一些探讨 那在这个冠状病毒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这里面说到是人不死亡于对人的攻击 它不是说冠状病毒对于人的攻击 那智慧的选择呢 这个病毒它会智慧的选择与宿主的共存 实际上呢 在美国治疗里面的那个脱药治疗方法等等 其实也是让我们通过这个过程发现 其实药物对我们产生的伤害 远远变比我们的这个病原产生的伤害更多 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迟迷不悟 我们永远不去找真正的病根 当你永远不去找真正的病根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的对峙的方式 恰好是要命的时候 所以解释了刚才一个病有八十多种副作用的这个案 所以真正的三因合一 是这个程老师在最后讲到特别要点 三因合一 这个因是身体本源出了问题 这个本源在我们自己投影员里 疾病的内在原因的外显 疾病是我们内在原因的外显 这个原因真正直指我们内在的认知 所以呢 如果我们通过疾病去了解 它在启发我们什么 这道人生的应用题 在让我们读懂什么 让我们共同 像疫情这个事 让我们共同读懂什么 这才重要 它不是我们要抗击的东西 相反 它是要从这里面让我们觉醒的部分 让它看到我们人类共同的偏性 而从此改变我们调整我们 颠覆我们的这种偏性能量 对于人类的主宰 也就是所谓的经济 所谓的商业 所谓的这种自私自闭的东西 未来一定是公益 共享 未来一定是公有 才形成我们人类能够真正和谐共生的基础 那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 所有的狭隘的利己 这种私利 而欲望牵引的所有的现实事物 都必须终止和颠覆 否则我们就跳不出 这种疫情和持续发生的灾难 对人类的惩罚 好 谢谢 立委 立委 是不是今天的时间就到了 刘老师讲一下算了 刘老师 我在 可以听见吗 就是今天的话题 特别棒 在我们的临床实践当中 其实在五万多个症状的背后 其实都有非常清晰的原因 我也 我们在 我们在 的时候 能和大家 一起分享 我们除了依靠 现代的医学技术 手段和方法 是我们 以自己捍卫我们的健康 可以提升我们的维度 好的 感谢那个 徐大夫 和刘峰老师 还有陈医生 那是不是今天我们的时间到了 那我们今天的对话就 先到这里 喂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对我们后续会 继续邀请 徐大夫 还有陈医生 刘峰老师 就这个智慧医疗的话题 进行后续的一些对话和交流 好 感恩各位老师 感恩大家的聆听 再见 再见 谢谢 谢谢徐医生 陈医生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刘峰老师 谢谢医委 谢谢徐大夫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